启示录第八章 我们在前面看到 羔羊已经揭开了末日书卷的六个印 每揭开一个印就有一个厉害的审判 临到这个世界 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厉害 在第八章我们就要看到 终于第七个印要把它揭开了 那在第七个印揭开之前 我们看到在第七章里面 受逼迫的这些众圣徒 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 而且天使在他们每一个人的额上 印了印记 让他们被分别出来 所以到了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 这些圣徒就不再受苦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节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极静约有二刻 一刻是十五分钟 所以二刻就是三十分钟 那当第七印被揭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居然是 让人家感到非常度日如年的 一种可怕的安静 有三十分钟 我看见他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只号赐给他们 所以这时候呢 在第七印一揭开之后 就是七位天使要吹七个号角 那这个七个号角呢 也就是审判的号角 每一个号角吹出来 就带来一个新的审判 新的灾难 第三节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在七印揭开之后 还没有吹七个号角之前呢 有一件插曲 这个插曲呢 就是有一位天使 带着金香炉来 要献祭在这个祭坛上面 那这个金香炉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众圣徒的祷告 要发挥功效的时候 第四节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面前 所以众圣徒的祷告 在这个时候 一同的达到神的面前 神要来回应 这许多的祷告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所以有雷轰 大声闪电地震 所以这个香炉的灰 还有这个火 倒在地上的时候 就发生了闪电 打雷 还有地震 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接下来就开始催号 所以末日的审判的号角 是在圣徒祷告 倾倒在地之后 垂起了 而且带来了更多的灾难 有时候我们不免会想 为什么众圣徒的祷告 倾倒在地上后 带来更多的灾害呢 为什么七个号角要启动 必须要先有众圣徒的祷告 达到神的面前呢 我的猜测是 众圣徒都是为意受逼迫 他们都会迫切地求主 伸张公义 所以累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这些祷告呢 会达到神的面前 也会倾倒在这地上 就带来了公义的审判 第六节 那这七字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袍子 雨火掺着血丢在地上 所以呢 有冰袍跟着火 这个冰跟火一起来 这个可以说是 非常罕见的现象 并且还有第三个 就是掺着血丢在这个地上 那带来的审判就是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我们现在看到 加州的野火 就是已经 今年就烧了两次 非常的严重 可以说是破历史记录的 再加上澳洲的野火呢 更是这个面积广泛 好像到现在还在烧 所以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启示录里面 已经就谈到了 那所以是三分之一的地被烧了 第八节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所以第二个呢 就是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审判临到了海的三分之一 第九节 海中的火雾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所以海 以及其中的被毁了三分之一 第十节 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星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中水的泉源上 这个看起来 只是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没有海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但是呢 它造成对人类的伤害 可能还要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靠河里面 这些淡水来生存的 所以它造成的伤害 其实要比前面更大 第十一节 这星名叫阴沉 阴沉就是很苦的意思 中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 阴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了 因为这个饮用水变苦了 没办法喝了 有毒了 第十二节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了 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所以三分之一的天变暗了 三分之一的光被遮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号 第一个是海的三分 地的三分之一 被烧了 被毁了 第二个呢 是海的三分之一 变成血 被毁了 第三个号角呢 就是 河的三分之一 这些饮用水的三分之一 苦了 所以有死了很多的人 那第四个天使吹号 就是 天上三分之一 都变黑暗了 光有三分之一变黑暗了 第十三节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 要吹那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名 祸宅祸宅祸宅 所以吹完四个号 接下来还有三个号 要吹 一个比一个要厉害 所以在这时候 这个鹰呢 在天上就来发出警告 在这样子的审判的信息里面 你有什么样的看见呢 圣灵向你心里面说了什么呢 我们今天看到 高阳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了三十分钟 七只号角赐给七位天使 第八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把众圣徒的祷告 倾倒在地上 带来今天动地的影响 也启动了七个号角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你将末日的灾难 审判 在这个时候 向我们来启示 主啊 让我们能够更加有 警醒的心 让我们在苦难 在患难当中 更是要迫切地向你祷告 因为你收纳我们每一个祷告 每一个代求 让我们真是要为你的公义 为你的救恩来祷告 为你的怜悯 来为世人祷告 好叫世人能够早日归你 而不会落入这些大审判当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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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